12月5日下午,网上爆出王宝强在境外录制节目受伤的消息,而且紧急入院,就因的画面遭曝光。 曝光出的画面中,可以看见王宝强的脚上中了一大颗包,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时,王宝强疼到身体全区伤痛,发抖的杨琪手向医生表示受不了,脆弱的模样与平时判弱两人。 但网友也大股心疼,在治疗时,王宝强自称,脚之前就受过伤,并且打了钢板放了两年,采取出来不久因而接受不了医生的电机治疗。 这些早前,王宝强在参加某当综艺节目,不顺伤到脚,当时情况颇为严重,王宝强中断了节目拍摄,并进入到医院接受治疗。 而当时的马荣还在个人社交平台上,放过一组气息心照顾王宝强的照片,此次王宝强突发脚伤。 不少网友难免就是重骑,录制马荣当初照顾王宝强不用心,隐心只想着拍照片,也有网友阴谋论地认为,王宝强则是复制,马荣受伤套路,趁其一家人都是细经。 网友,你一言我一语,有思维缺密的网友着,王宝强都伤成这样,而节目也才录制不久。 王宝强一拳一拐地升起,怎么还会去欧打马荣,成一切都是马荣在作秀。 当然还有更多的网友表示,十分心疼王宝强,希望他能好好保重升起。 王宝强一拳